開始啦 我們今天要來到這個魏大哥他的這個田 我們先來做一個 我們把這個區塊鏈的整個東西 塞到他的田裡面去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做呢 我們現在首先呢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幾個Sensor 那有光照度的Sensor 在那邊 那我們現在也有所謂的 量測土壤的溫度、濕度 還有環境的溫度和濕度的這個Sensor 那所以呢 我們只要把這幾個Sensor的值 取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進行一個分析了 但是首先呢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資料的收集 那資料收集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東西 把這個Sensor插到土裡面去 來 我們來我們來把它實驗一下 好等等等等等等 換個位置 等一下 好現在呢魏大哥呢 等等等等 好可以可以 現在魏大哥呢 就已經把這個Sensor插到土裡面去了 他就開始來做進一步的量測 這邊這個也是一樣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拍個特寫 也可以 整個插進去 現在就可以整個插到裡面去 插到裡面去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呢 這些Sensor呢 就開始記錄整個水田裡面呢 在這附近周遭的 這個所有的這些生長的時候呢 所需要的一些參數 那現在呢 透過了這個 這個 那個Sensor呢 我們已經把這個資料呢 已經收到了 我們的這個資料庫裡面了 那這個資料庫裡面呢 首先呢 我們會透過這個整個的系統 首先我們會透過整個系統 然後放到這個 放到資料庫上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收到了 一些什麼樣的資料呢 OK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這上面呢 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 資料收集了 資料收集之後 你可以看得到 土壤的水分 土壤的溫度 光的照度 空氣鬆的溫度 跟溼度 在這上面 都可以完整的表現出來 在我們這邊呢 也可以看得到完整的資料呢 都已經把它存在這個 所謂的資料庫裡面了 那存到這個資料庫裡面 還不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事情是 我們已經把它這個東西 完整的寫到區塊鏈上面 怎麼樣說 他寫到區塊鏈上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區塊鏈上面的 這個 這個寫入的動作呢 你可以看得到 在 這個裡面 其實已經提到了 我們每一筆的資料呢 都會對應到一個 區塊的區塊的號碼 編號 就是說 每個區塊 區塊鏈腦的主要的目的是 一個區塊 跟一個區塊 是綁在一起的 那我們透過這個區塊的這個 這個號碼呢 就可以找到 當時我們存下去的這個區塊的 這個 這個裡面的詳細的資料了 我們剛剛抓出來的這個 這個資料呢 是在區塊的 第155個編號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已經真實的寫上去呢 沒錯 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這個 透過這個區塊鏈的這個 explorer呢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了 現在已經寫到了第155個 甚至已經寫到156個這個block 那這個裡面呢 你看它是live的 live的持續不停的在轉動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155呢 這裡面呢 就已經有把所有的資料呢 完整的寫在這裡面了 當然這個裡面呢 是需要經過一個解碼的動作呢 你才可以知道這裡面真的 真實的寫了東西 但是呢 關鍵呢 就是說這裡面呢 所有的參數呢 都是我們剛剛從田裡面取出來的 那這只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未來呢 這些東西呢 好不好吃呢 就取決於這些的參數 我們只要把這些參數呢 整個蒐集起來 建立一個合理的model 那田裡面的這些東西呢 就可以漸漸的漸漸的 就是讓我們的吃的東西呢 會更好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 以後呢 吃東西呢 會更安心 因為呢 它是實時的記錄 live的 的記錄上去 你可以以後呢 也可以透過的網際網路呢 就可以查詢到 你當時吃的 你現在吃的東西呢 它的從頭到尾的生產履歷 是長什麼樣子的 謝謝各位